和防疫保护措施 有两种皈依 一般来说 我们皈依的对象是 佛 法 僧 三宝 而我们想皈依的原因 是我们了解到轮回的恐惧 为了消除此等恐惧的成因 所以我们要寻求皈依 以为庇护 皈依又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对佛 法 僧 三宝等外形的皈依 认为它们是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外的一种对象 这是一种建立在相对实相上的方法 第二种则是对内在三宝的皈依 它与我们的自心无恶分别 在受戒仪式中 我们主要是做外在的皈依 以释迦牟尼佛作为皈依的对象和典范 在皈依法时 我们以佛陀所传下的法教为道路 在皈依身时 则以身团为我们的法友 外在形式的皈依 是藉由我们的身口意 以坚定我们内在的皈依 皈依可以帮助我们增长对三宝的信心 而且还能增加自己对正觉之心的体悟 接受外在形式的皈依 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念 法道和修行 而这也是在进入法道前 佛教特别强调外在皈依的原因 我们之所以皈依 并且尊敬佛陀 并不只是因为他已经圆满证悟 而更由于他的慈悲 以及愿意 是于我们法道的五思之心 最深的皈依意义 就是要认出自己的自心本性 也就是佛制 佛性本身是一种光明 且任运自知的智慧 它是一种觉醒的心 和智慧 就存在我们的自心之内 只是平常许多的旺心 和业障 演知了我们的根本佛性 因此 我们要发愿消除这些障碍 启发根本佛性 直到我们能圆满成佛 谈到皈依究竟的法 或交进史相时 它指的就是在我们心中生起法 此时我们的心完全与法合一 我们极是法 与佛陀同行 以下这篇短文 在录自一行禅师 所著行禅一书 告诉了我们正念 行禅的意义与功德 现在 我们一起跟随禅师的脚步 与佛陀同行 在佛陀时代 每当清晨 佛汉弟子们 便会手捧饭波 以惊醒的方式 走入村庄起时 他们正念正知 安详而庄严 悠然自得地行进 此情此景 无疑在深深地感染着每座村庄的人们 这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开示 灵迹祖师说 我们轻轻地踏在大地上 而不是踏在水面上 也不是飞翔在空中 我们再次轻松安详地行路 而心无旁骛 这本身就意味着修行 这就是神通 此时是不会行走的 活着本身就是美妙的奇迹 你是否能发现 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奇迹 取决于你是否活在当下 是否正念 即使有轮回 苦难 也只是美好的影线和转化 在当下 我们已经站在净土上了 无需气球于未来 无需造作驱劳 就让云是云 你是你 花是花 你自己活着 你自己就要走路 不要让自己的念头 轻易地流失 过去心不可得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应当驻于 应当驻于刹那 尝心的当下 当下便尝了我尽 一切圆满 正念的经形 是体验石像的妙法 每一步的脉出 都蕴含着无限 妙不可言 生活在正念的当下 是如此美妙和亲切 如果你心不在焉 即使你与心爱的人 形影不离 也无法尝到爱的余裕 如果爱人的人 不在当下 那种爱 只是一种空壳 佛陀是修行人 所爱的 若是你心中 充满妄想杂念 远离当下 佛陀会很伤心 佛陀就是我们的导师 父母 在精行时 吸气时 你就默想 佛陀母亲 佛陀母亲 呼气时 你就默念 我在当下 我在这里 把全身心 投入当下的每一刹那 佛 即与你为伴 与你同体 你在 佛意在 佛是老师 你是学生 师生的配合 美妙之极 佛是母亲 你是儿女 母子欣欣相容 当你的心 念着佛陀的时候 佛陀就会与你同在 你会觉得 清安 平静 愉快 这时 你已经上路了 如果你爱佛陀 你就和他一起 缓缓地走 那时 你就会和佛陀 一同行在 尽头上 尽头上 生活 生活发愿文 在生活中 其心动念 就可以是修行 心念的力量很大 可以行善 可以造恶 端看心念如何 因此 因此 劝勉大家 要常发愿 尤其是发善愿 这对自己和众生 都有相当大的注意 每日念发愿文 也是一种 叮咛自己的方法 以下提供几则愿文 供大家参考 而各位 也可以自己写发愿文 长短不限 只要能提醒自己 莫忘修道即可 一 追随仁慈上师 未圆满奠基 是修行悟道的本源 愿我能够明瞭此理 竭力精进 追随 二 身为人生 数为难得 潜能虽大 却亦迷失 愿我时时铭记此理 日夜不忘善家把握 三 切记死亡 会在刹那发生 心事肉身 又如水中气泡 死后善恶液随身 又如影随形 四 但愿弃弃绝一切恶行 永无止境 积善 五 肉体贪欲 是烦恼之门 明理之人 明理之人 不应摄入 愿我了然轮回之苦 生起求解脱之宏愿 六 愿我能够亲近心念 养成专门 养成专注与戒圣之心 谨守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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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解脱 生死束缚 七 我既堕入轮回苦海 愿我能够认清磁力 发菩提心度众身脱离 八 若不身心力行三心事修持 空有净律 不能正觉 愿我能够体悟此理 潜心修持菩萨道 九 愿我能够平复悟导的妄想 解明生命终极意义 在心念中辟出正路 专注安住一静与观想 十 期望进入无上圣身佛法境地 必先做好大臣基本功课 愿我能够速速进阶 顺利到达福智之门 十一 谨守菩提心之誓愿 是一切形式的准则与基础 愿我能够生起菩提心 永远精进不懈怠 十二 愿我的传道上师与同修 瘦如松薄 我知内外种种魔障干扰 彻底消除 十三 愿我深深适世 永不背离上师与佛法 十四 愿我能足以体悟 震入道次力法门 速速达至佛果位 在日常生活中 多发善愿 于人于己皆有益处 多写善愿 叮咛自己 莫忘修道 为众生祈福 时间过得很快 又到了一年的尾声 福德日记 编转至今 也起满一年了 大家在这一年当中 每天学习一则法义 一年下来 也学到了365则 有关福德修行的内容主题 如此每天不间断地学习 日记月累下来 也思维了许多佛教的基本观念 能在生活中持续学习佛法 这就是读者最大的收获 也是我们当初编转福德日记的用意 接触佛法 学习佛法 既而能护持佛法 宣扬佛法 能让佛法救度世间众生 令众生于佛法中得意 都是功德无量的菩萨行 护持佛法的方式有很多 例如建庙 塑佛像 印经典 布施财物 救护生命等等 只要能弘扬佛法 对众生有益的事 都是护持佛法的方式 身为佛弟子的我们 要感念佛陀教化之恩的最佳方式 就是实践佛法 护持佛法 令正法久住世间 最后 让我们一起 以四无量心的发愿文 带众生发愿 愿一切众生 具足快乐 及快乐的原因 愿一切众生 脱离痛苦 及痛苦的原因 愿一切众生 不离无苦之乐 而尝欣喜 愿一切众生 远离分别爱憎 祝愿亲平等舍 此四条愿文所表达的 就是大乘佛教的精神 慈悲的菩萨精神 是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的 我们要向佛菩萨学习 并且慈爱众生 广修福德 将这一年来在福德日记中 习得的佛法 持续应用在日常生活中 将慈悲心与生活相结合 我们的心情就能与诸佛菩萨相应 不仅自己能持续修行 并累积福德资良 更能带给我们一个慈悲关爱的心境 愿所有读过福德日记的 读者们 皆能升起精进心 以菩萨之心为己心 以菩萨之愿为己愿 以菩萨之行为己行 正所谓有为者亦若是 若大众皆能以菩萨的心性 及愿力自免 则尽虚空骗法界 所有众生皆能离脱苦恶 成就佛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众生命电视台 由政划播 赴明 财团法人 生命传播文化 志业基金会 划播帐号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帐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救护生命 2点 佛学讲座 阿弥陀佛48大院 宫晴 湛江法师主讲 地点 高雄婚会 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下旬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新逢药师佛圣诞 慈悲至夜花莲分会 旗见药师法会 日期11月12日至11月19日 12-13日上午9点开始 14-16下午1点半开始 恭送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恭请法务指导神众共同领众 18日早上9点开始传授八观摘戒 下午1点半开始 佛学讲座 恭请赞江法师主讲 19日药师法会圆满日 礼拜药师宝禅大甘露师时 恭请赞江法师赞同法师共同主法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愿我乃至深圣事实中 活得举足弃得至闪去 愿我出生力寄予蒸发去 愿我能临上师生欢喜日日日夜夜之中心蒸发 愿我无法毫烟阳 愿我无法好修静花 毙毙升月过山又只大海 愿我能为众生穿鸟发 乘伴踏离 乌有眼见心 愿我能依 舞篇大誓言 凌烛有情一同成正月 我不atos忍不过 我能依吴行 艺术 万种浮VI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